客家菜讲究用料鲜嫩 粗刀大块 不使用过多做料 蒸和鲜 几种不同的和鲜 经过简单调味 在上锅蒸几分钟 鲜味自然挥发 肉质软嫩 柔入五骨 你看客家菜 它就讲究食材好 烹饪方法简单 配料简单 包括制作方法都简单 一切从简 如今在中山落地生根的人们 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很多地域 新老中山人不拒绝一切美味的包容性 给了林家皇继续生根客家菜的信心 潭北虽然年轻 但从小耳濡目染 在食材的发掘和搭配方面 也是独具慧眼 这一老一少成了黄金搭档 这个石蛙王啊 它很挑的 就没有这样的环境是长不出来的 石蛙生长在深山峡谷流动的山泉水中 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的石蛙 可以跟很多禽类肉类搭配烹制 滋味相得益彰 今年的蛙的质量怎么样 您好了 你看看 都在下面是吧 把它掀开 来来 看看这两个 来 很深吧 优质的石蛙一年才能长一两多肉 养殖三到四年才会上市 香茅也叫柠檬草 芳香清烈可以做香料 在泰国料理中使用较多 用香茅这种霸道的味道 去融合石蛙的清甜 效果令人期待 即使走得再远 人们也不会忘记自己出发的地方 走遍天涯海角 人们还是会去追寻 那些味蕾中的记忆 每次吃那些东西 我就感觉特别的温暖幸福 我会联想到 我怎么把这些特色菜 特色食材 呈现给更多的食客 让他们感受一下 我们同样的感觉 那些记忆 帮忙标记了来时的地图 再去抵达更远的地方 华灯初上 杨庆华又到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今天是中秋节 客人比平日来得更早一些 菜品的种类也比平常多出近百道 一时间后厨如战场 要稳住局面 还要靠经验和权威 每天的忙忙碌碌 已成为习惯 而在公筹交错之外 杨庆华还有另一方天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小小的自营农场 是它忙里偷闲的乐园 冬瓜是岭南夏季的当季食材 价钱便宜 平平无奇 一道与冬瓜为主角的菜品 在很多酒楼的菜单上消失已久 却在杨庆华的心里留下了印记 因为中国是我们妈妈爸爸的时候 也专注的 少吃和老人爱吃 这种菜在餐厅是很少人做 因为时间比较长 而且他们现在做法 跟少吃和老人的做法 是已经不一样了 冬瓜中 粤菜中的传统菜品之一 冬瓜既是食材 又是器皿 既能喝汤 又能吃冬瓜肉 酒楼里的冬瓜中讲究造型和雕花 只有真正钟爱这道菜的人才乐此不疲 半只烤鸭是用来做汤底的秘诀 因为中国是很健康的东西 而且的话家里面养的鸭 你就可以放进去 就一个单单的缆三个小时 出来是真的很好吃的 放入冬瓜中的配料多寡 由个人的口味和喜好决定 鸭肉 瑶柱 玉米 是杨庆华最爱吃的挤鸭 从盖上锅盖的那一刻起 平凡的冬瓜就要开始神奇地变身 焖煮的时间大约需要两到三小时 但漫长的过程值得等待 在等冬瓜中炖好的时间里 还有一道下酒好菜要粉末登场 黄皮酱焖煮猪手 主料配料一目了然 被称为岭南加果 果中之王的黄皮 酸甜可口 且有一种特别的异香 我们的周边的黄皮 最适合做黄皮酱 因为那个周里的黄皮 比较酸 你太甜也不行了 黄皮酱焖猪手 清爽的果肉 刚好化解猪手的油腻 软糯Q弹 甜酸可口 不知不觉天光已暗 独树鱼一个人的精彩 终于上演 焖煮了两个多小时的冬瓜中 从表面上看 冬瓜肉已成半透明 最后的神来之笔 是颜值与清香兼具的叶香花 也就是叶来香 这是一种独属于夏天的配料 作用约等于盐碎 出锅时才加 冬瓜中不但汤水清甜 冬瓜肉也有姿有耳 猪三角一代的人们 喜爱在夏天吃冬瓜 也是深信它的消暑作用 让剩下的乏味的味蕾和燥热的心境 一同被滋润 为什么要做些传统的菜呢 因为我也不想让它吸唇 我让我孩子 我的亲戚朋友也知道 原来我们可以有这种菜 能吃得那么好的 食物和酒一样 不分贵贱 各种滋味自在心头 因为我有我的生活 我有我的性格 我觉得就是这样 现实的人生